作词 李宗盛 纷纷 绕绕 挥手 纪念 眼泪终于 倒流回从前 想要留住只风中的时间 想要飞翔在天空 偏远 就这么走着盼着念着 就这么等着爱去看着 我们的季节在岁月中变迁 就这么爱去恨着念着 就这么烦着喝着透着 我们的季节在岁月中变迁 喂 一二 你可算来电话了 那个 你也知道我 我想去接你 但是我妈一直不让你 你知道我妈这脾气 妈怎么样了 妈 妈就是有点贫血 没事 不用担心她 这个 贫血也不能晕倒吧 你要不带妈再仔细查一查 我这次回去 我突然发现 妈变老了好多 她就是这样 保险不保佑 我知道她其实 日子过得根本就不好 你 你可能真的没有办法想象 我妈一个人在老家那种孤独 那种无助 从小我爸也走得早 我真的不能没有她了 我真的必须要把我妈借到身边来照顾她 不然我觉得我这个当女儿的 真的太失败了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我 一二 我特别能理解 我知道你特别想把妈接过来 我也想把妈接过来 咱先 别着急 接肯定接 我回头这个事 我 我想想办法 好不好 爸 我在门口不进着呢 是不是没带钥匙 一会儿要不去我家坐会儿 没事 没事 别着急 不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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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哭我心里也难受 走 按回家 我不敢回去 上次我拿了丁庄妈 我不知道怎么面对她 咱们在一起生活这么久 妈什么性感你不是不知道 说两句短话 这事不算就过去了 妈 喂 妈 我是红燕 跟您说一声对不起 我上次不应该那样顶撞您 请您原谅我 嗯 好 谢谢妈 红燕回来了 嗯 回来了 什么情况 还弄什么情况呢 干起来了 干什么呀我呢 我告诉你都没见着 小两口在一块儿那个甜蜜那个样 我真不为她 我就为我儿子 真的 算了 我就跟她黑不提白不提 这口气我咽了 行 你这么做是对的 不是 你先别说我了 你怎么又那么晚回来啊 你 你瞧瞧 十点半了都 干嘛去了你这一天到晚的 老马吗 你都不知道 今儿下午 我 俊又让我给转了五百块钱 什么又要钱干什么呀他呀 他们俩每个月存六千 就是为了买房 这是雷打不动的存款 所以他每月的生活费就变得特别少 跟我说妈 跟哥们喝个酒 买个啤酒我都不舍得花钱 我现在囊中羞涩 让我给转 第三回了哥 你都给他钱了 你还跟我说干什么呢 你 你能不能负点责任 你就不知道我生活压力有多大 我压力也大呀 我压力能不大吗 行行行 你什么压力 你管什么了你 行行行 洗澡 睡觉了 您让我好多事呢 什么也不管 来 大家跟我一起合合跳 跳出美丽好容貌 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安娜就要跟大家说白白了 今天晚上八点 合合会来我们直播间和大家相见哟 拜拜 疼死我了 疼死我了 怎么了 疼死我了 疼死我了 我抽劲了 来来来 我刚才都一直抽劲了 来来来来 坐下坐下坐下 疼死我了 运动前没拉伸吗 说你多少次了 会儿死我了 我跟你说 我今天播得可顺利了 我就跟他们说我是你小姨 今年三十二了 我永保青春的秘诀呢 就是每天都跳合合跳 我是让你替我代班直播的 不是让你虚假宣传哄骗粉丝 我们正经的运动主播 有职业操守的好吗 我又没有卖减肥药割韭菜 我跟你说 要不是我 你那几个粉丝早跑了 行 做得挺好 你给我别做了 我跟你跟你说 我今天都答应粉丝宝宝们了 你今天八点给他们直播 你别忘了 我今天晚上约了朋友吃饭了 我在他家播 朋友 男的女的 男的 三十二 那有什么可吃的 好的 今天给大家分享了几个 在家里就可以做的 舒缓肩颈的动作 如果大家还有兴趣的话 那我下期会做更多的居家健身的内容 记得关注哦 好的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对和和的支持 拜拜 结束了 来 帮个忙 好 不是说点外卖吗 咱们自己做上了 我们两个人吃外卖行啊 怎么能让我妈也跟着吃外卖呢 回头我嫂子该骂我 不过今天还行 四个人吃我做的饭 我还挺有成就感呢 那以后要是五个人了 你不得更有冲击感啊 哪来的五个人 孩子啊 不过你不用担心 我对有氧餐还是有一些心得的 以后我可以做 好 我一点都不担心 因为 我根本就没打算要孩子 你认真的吗 当然了 你知道一个女人生一个孩子 要面临多少问题吗 怀孕 会发胖 会长妊娠纹 还会齿骨疼痛 到你生产的时候呢 你要忍受十级的疼痛 如果顺产 可能会面临侧切 撕裂 如果不顺利呢 还要破腹产 肚子上而流条很长的疤 生完孩子之后 有可能 会面临产后抑郁 会脱发 腹质器分离 胃奶会导致乳腺炎 胸部下垂 等等等等的问题 这你不知道吧 胃奶可能比生孩子还疼 我觉得你说的是 女人生孩子 还真是挺辛苦的 但是 如果孩子长大了 不也挺幸福呢 你想 如果有一天老了 生了病 身边有个孩子 还能照顾照顾 所谓养儿防老嘛 养儿防老 你养儿是为了防老啊 那如果这样的话 你把孩子当什么了 工具人啊 等你姥姥躺在病床上 你身边多占几个孩子 能起死回生吗 行行行 你对 说不过你 行了 你别弄 你别弄去洗个澡吧 完了 珍珍 我这个直播忘关了 你看这评论 来 喂 何志超 你现在就跟我回家 现在 立刻 马上 这么严重吗 这下是蛮没趣了 也好 我正好跟他都摊牌了 我这真演没趣了跟他 那我们结婚的事情 你还是先不要说 行 我没法帮你做饭了 行了 快走吧 行 我先回去 何志超 我真的想不到 原来这个家最有表演天赋的人 竟然是你 小姨 我错了 我欺骗了你 我今天没有跟同学去吃饭 是 我知道 还有呢 还有就是 我这几天没有去夜宵 还有呢 你继续说 还有就是 我和韦珍 也就是你口中的阿姨 所以我们俩 在一起了 何志超 底下胆子大了是吧 你跟我说 你们俩根本就没戏 结果你们俩 早就暗动陈仓了 你无耻 晓芸 晓芸 你 你别激动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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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实特别不明白 人伪着哪儿得罪你了 你干吗非得要拆散我们俩 你现在挺好的呀 何志超 我告诉你 就凭姐弟恋这一条 你们俩就没戏 从小到大 你对哪个女孩这么上心过 你又是给她剪视频 又是给她做饭 你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 我那是心甘情愿的 你心甘情愿给她孩子 当后爸是吧 什么后爸呀 我刚才在视频里都看到了 你要做四个人的饭 我 我还以为你说什么后爸呢 不是 那个孩子他已经十八了 他孩子都十八了 何志超 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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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不明白我这 你说 你们俩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不管你的事 这怎么不管我的事 我告诉你 这件事我姐要是知道 你跟我都没得活 依我看 你们俩现在就分手 好 恋爱自由 婚姻自由 反正我的事不用你管 我是你小姨 何志超 我不管谁管 你说的那个禁婚的主题啊 我最后确定了三个方向 我都发你手机上 正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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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很不错呀 请我吃大餐啊 没问题 小吕来了吗 一大早就来了 你这儿眼无见到呢 说工作呢 那么小声干吗呀 看来你是想好了 怎么撕了啊 撕什么呀 做好自己就好了 毫发无损 你说咱们做这个主题 万一人家品牌方不喜欢 还是想让新媒体那边做 那咱们就白做了这么多事了 那也要先做起来呀 我下午约了品牌方的商务总监 先聊一下吧 跟他说一说我们的想法 再给看一下策划案 晚上我还要回来开会 你们要加下班了 没问题 我听说小吕那边 还没有准备好任何的策划案 我们先行一步就有胜算了 你说这小吕啊 什么什么都没有 还摆出一副要玩什么的样子 那哪儿来这么大自信呢她 柳小姐 我让你说个工作呢 你就那么小声 说这乱七八糟的 你就跟喊似的 你让别人听得多不好呢 这不是你刚才跟我说 要大胆声 咱也没做亏心事吗 我错了 这儿 严姐 不好找吧 好找 你家地段可真好 地铁出来没两副就到了 来 你把淋这么多东西来你说 我找换鞋 不用换 进来吧 今天阿姨得来呢 我给你买了点吃的 还充特性真是 来 你坐啊 你家挺舒服的 这房子一平米得多少钱 还行吧 坐 还可以 来 姐夫没在啊 她带着孩子回老家了 什么事一大早跑来 我就想来请教一下你 卖保险的事 行啊 请管问 姐都告诉你 我吧 我就现在这工作 工资是固定的 嗯 然后我想看卖保险能不能 当一个兼职 这样就可以多赚一份钱 我现在就想多赚点钱 这么讲就对了 卖保险呢赚的是提成 不是提金 只要你肯努力 你就一定能赚到钱 但问题是啊 如果你要做兼职的话 会很辛苦的 我不怕辛苦的 我可以的 只要能赚钱 有人觉悟就行 那如果要做的话 我要怎么开始啊 你来的正是时候 我们公司正在招新人 保险经纪 这样 我今天先跟公司通报一下 你来参加培训 怎么样 可以啊 谢谢姐 姐 姐 我刚刚去您办公室 看您没在 一猜你们就在这儿呢 什么事 您看一下这个 这是我准备的 关于咱们这次 金婚策划案的一些资料 不错 你做得挺好的 谢谢姐 策划会就安排在下午一点吧 把外财的人也叫过来 一起参加 好 没问题 还有你 好 先留着 行 好 那我先下去了啊 好 怎么回事啊 你叫他干吗呀 你忘了他上次 怎么跟他们玩潜伏的了 什么潜伏呀 就是叫对失误那次啊 叫对失误 是工作失误的范畴 如果不是他告诉我 我怎么会提前知道 这个计划呢 你就这么相信他呀 他万一他给我们假情报呢 柳小姐啊 柳小姐啊 咱们以后呢 少看点电视剧 多看点书 你想想看 这曹操是怎么说的呀 得 张玄德大人 以后啊 那我就做您的剑 您指哪儿 我打哪儿行了吧 感谢了柳朱哥 怎么信 建青明天孩子办满月 你要是有空的话 咱俩一起过去随个礼呗 我明天这么没时间 我得赶这个项目 那你觉着 我包这个红包随多少是好呢 五百吧 差不多了 五百 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的 再说了 那建青从小可帮我挡过事 我那次要去打架去小时候 然后我跑了 那一百转 他替我给挡了 那你想多少 两千 两千 两千太多了 不多 感情在这儿呢 那你觉着随多少合适 我跟你算一个账啊 上个月 嗯 王昭 结婚 咱们已经给了两千了 嗯 上个礼拜 小陆 他爸生病 果然营养品什么 多多少少加起来 也差不多一千多吧 七百五 差不多反正就小一千块钱嘛 是不是 嗯 那结果就是上个月 咱们说好了 每个月存六千 上个月还差点 还得靠这个月补上呢 你这儿马上两千又出去了 怎么着 这个月也不存钱了 没事 要不下个月一起补 下个月 下个月下个月 那咱们什么时候 才能把钱存够啊 就五百 什么都别谈 两千 五百 两千 五百 那一千五 我跟我妈说去 你倒鬼主意挺多 我不管 我就出五百 管你有什么方法 好 喂 珍珍 中午吃了吗 我跟你说啊 现在小姨滚的盐 我中午出不去了 我给你点份外卖 给你们吃 好吗 好 好的 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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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好 李李树吗 点一份你们这儿 最好的全家福套餐 送到东湖南园 101座201市 好嘞 谢谢啊 好嘞 跟我斗 东湖南园 东湖南园是哪儿啊 谁啊 怎么是你啊 怎么是你啊 阿姨 你不请我进去吗 请进 你想喝点什么呀 我给你拿 坐吧 坐吧 小姑娘 我不是小姑娘 我今天是以何志超 小姨的身份 来找你谈判的 我希望你跟我的大外甥 何志超分手 我为什么要跟何志超分手 因为你不喜欢我 你不同意 因为你们俩不合适 你说你 长得好看 也有钱 你干嘛非要跟我的大外甥 何志超在一起呢 我明白 你是被他的外表所迷惑 可是他也是有很多缺点的 他人太傻 死心眼 总之你玩够了 你把他甩了 他不得天天找我哭吗 明白了 你是担心他是吧 我也是担心你 我大外甥 原来满脑子想着跑步 后来又满脑子想着出国 他恋爱经验屈指可数 他现在喜欢你 他以后就不一定喜欢你了 他要是找个年轻漂亮的 把你甩了 你不难受啊 这个我倒不害怕 如果我怕前怕后 现在选择不去开始 不去接受 那我以后会更加遗憾 会更后悔的 反正不管怎么样 我们俩在一起 是我跟他共同的决定 而且我们都是成年人了 我们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的 你就别担心了好吗 小姨 那好 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 我姐当初就是找了个弟弟 他们俩刚开始 跟你们俩一样 花钱月下 你浓我浓的 后来他们就有了何志超 他才发现 他根本就担不起一个做父亲的责任 他就甩了我姐和何志超 他就自己跑了 所以姐弟练这三个字 才成为我们老何家的禁忌 这件事情不光我不会同意 我姐也不会同意的 到时候你们两个都会痛苦的 这个给你 离开我外甥 这卡里有钱啊 你哪儿来的钱啊 我年纪小 经济上不允许 这是我们咖啡厅的处置卡 不是我说阿姨 我年纪小 我都知道我自己该干什么 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 你怎么不知道你自己该干什么呢 小朋友 好吃吗 来 擦擦嘴 谢谢叔叔 谢谢叔叔 喂 媳妇 刚才你们家女明星来找我了啊 跟我谈判 小姨去找你了 和没联系找你了 还给我拍卡了呢 拍什么卡 处置卡 你们咖啡厅的处置卡 他跟我说啊 拿着这个 离开我拜上 我还以为你们家多大手笔呢 一个咖啡厅处置卡就想把我打发了 行 你说这事弄的 让你受委屈了 我等他回来说他 我收他 哎呀 收他干吗呀 小孩儿 你别拿他当回事儿 我都不往心里去 行吧 行吧 那你先忙了 不跟你说了 大家看啊 就是这个是我们的素材 然后现在呢 我们的场景大部分是这样的 那么既合适 不夸张 然后又符合中 你们要去观察一下 那个场景有没有 可以找到 我们准备了 你一定有了三个的主要方向 等一下 要出来 我们看一下 这边 淳儿 你把这改改 你看这全是错别字 好 来 来 红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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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姐 听什么呢 这么入审 我叫你半天了 我在学英文呢 为了跟咱们这边 国外的家长更好的沟通 上班时间少戴耳机啊 这儿有什么重要的事儿找你 听不见 多耽误事儿 好的 我下次一定注意 你发现发现 这苗姐最近总找你事儿啊 为啥呀 我跟你说 葛总在的时候 你是他最信任的人 这葛总一走 你又亏到了苗姐的部下 这以后的日子 不好过 不会吧 好 好 今晚有个保险培训 好 发地址给我 老公 我今晚要加班 不回家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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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一个人 不回家吃饭了 你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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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上班就行 你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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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爹了 我吃过饭了 还在加班 晚点回去 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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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尝尝 欣然姐姐 你手艺真好 做哪个菜都这么好吃 谁以后娶了你 就有福了 你要是喜欢啊 以后我再做给你吃 谢谢姐姐 没事 我回来了 你回来了 你看 这都是欣然姐姐做的 欣然老师 您在 还是我闺蜜啊 来咱们家做客 快坐下吧 你坐坐坐坐 坐坐坐 你坐你坐 你俩才认识多久啊 就成闺蜜了是吧 你懂什么呀何志成 闺蜜的情感呢 不在于时间的长度 而在于情感浓度 是吧欣然姐姐 嗯 我和安娜呀 聊得特别地投缘 挺好的 对了何志超 跟你说个事 我有个提议 未来一个月呢 欣然姐姐就经常来给你辅导英语 什么意思啊这是 安娜 这事儿 咱是不是得跟志超商量商量 是这样的 你每天在咖啡店打工 下班后还要赶去夜宵上课 我觉得 你这样实在是太辛苦了 所以就拜托欣然姐姐 多来给你辅导几次 怎么样 欣然老师你别建议啊 小孩不太懂事儿 人欣然老师一节课 那是八百块钱 这么一对一的上 你好意思吗你 别闹了 你这人太俗 感情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吗 什么感情 诗生情 是吧 欣然姐姐 志超啊 这个钱的事情 你不用担心 既然我答应了安娜 那就是我做的决定 不 不 不行 实在不好意思 真不好意思 你要是实在觉得不太方便 那我也就不打扰了 打扰什么呀 真的不太好意思 一点都不打扰 何美莲 何安娜 欣然老师我 我单独跟小姨聊一聊啊 您先吃 您先吃 走走 无聊 你有什么不能当着 欣然姐姐的面说的啊 她又不是外人 去那边说 在这儿说吧 你不怕丢人的话 我就在这儿说 我叫你一声小姨 是因为你辈分比我大 我给你面子 但是说白了 你也就是个刚刚满了十八岁的小屁孩 好 你忍很久了是吧 你说 你现在受个痛快 我是想受个痛快 四老爷走得走 早从你穿开裆裤开始 就被送到我们家了 我妈工作忙 一直都是我带着你照顾你 小时候我去幼儿园接你的时候 你跟在我后面拉着我的手 哥哥哥哥哥哥的喊 你恨不得让全世界知道 你有这么个哥 哥美莲 你现在长大了 翅膀硬了 作威作福 使唤我不说 你还干涉我的生活 你以为你是我妈吗 不对 你比我妈管哪一款 何志超 我告诉你 我都是为了你好 姐弟恋压根儿在咱们家 就不可能 当初 你爸抛弃你和我姐的时候 你有多难受 你是忘了是吧 你有多的痛苦 你是都不记得了是吗 别提他 以后后悔 还不如我来当这个坏人 你以为我想当吗 这个坏人不是我当 就是我姐当 他永远 都不会同意你们在一起 你别提我爸 我是我 他是他 我跟他没有半毛钱关系 我不会对我妈那样 我也不会抛弃祭祀 那么走了 何美莲 行 今儿我们俩就把话说清楚啊 要么你搬出去 要么我出去 你不是一直想当个大人吗 行 我今儿就让你当一回大人 从今天开始 你过你的生活 我过我的生活 咱俩井水不犯河水 你别管我的事 至于我妈那爱怎么说怎么说 我贪排了我不怕 好 我这时候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安娜 安娜 不好意思 欣赏老师 我让你敢看我们家笑话了 没事 那 那我就先回去了 我先走了 喂 妈 我跟你说 你不用说了 我都知道了啊 刚才你小姨啊 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 她说你今天晚上在夜校上课 顺便就睡在学校了 我跟你说啊 学习是特别的重要 但是身体也重要 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听见没有啊 妈 那你 你也别太累了 注意身体啊 那行吧 你先忙吧啊 我挂了 走 传统的手磨咖啡 顺便姐尝尝 谢谢 谢谢 传统的 往往才是最经典的 是这样的 之前呢 出了一份裁员名单 相信您已经看到了 这里面有很多员工 是您的老将 人事部 已经分别找他们谈过了 但是 他们很抗拒 想看春美姐 能不能 有什么办法 做做他们的工作 那你觉得 我是以什么角度 跟他们谈 他们能够接受呢 我相信春美姐 有能力说服他们 这名单上的几个人啊 都是社里的老人 是为编辑部 立下汉马功劳的人 有的来了七八年 有的在这儿已经 十几二十年 就这样让他们走了 谁都接受不了 苏总说的 社里要升级 其实我是能够理解的 但是也没有必要 这么着急地 就开始裁员吧 上次开会的时候 苏总也说了 杂志社 今年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已经是超负荷运转了 如果再不裁员 完美生活很可能 会被总部关停 这次改革势在必行 今天叫您来呢 也不是跟您商量的 这是决定 您也希望能在最后时刻 给您的老将们 一个情感上的交代吧 是啊 那我有个最后的请求 老吴不能走 他比我还要早来社里 在刚刚创刊的时候 资金周转不开 老吴把他自己仅有的 五万块钱家底 无偿地捐给了社里 可以说没有他 就没有杂志社的今天 更何况 他爱人最近刚刚离世 对于他来说 杂志社就是他的家 我走 他都不能走 好的 程伟姐 我答应你 这件事情我来处理 那谢谢你了 那谢谢你了 小姨 我回来了 小姨 自己吃上方便面了 这哪行啊 这没营养 来 给我 你看啊 我给你带什么东西 烤鸡酱 来 看看 战斧牛排 然后 对 蛋黄派 还生气呢 我不是都跟你赔礼道歉了吗 我还特意买了这个 你小时候特爱吃那个 我好不容易买到的 你尝尝 小姨 小姨 怎么说我们俩也得有 小二十年交情了吧 女人的年龄 只能说小 不能说大 我才十八 行行行 怎么说也得有十八年的交情了 你记不记得前几年 全家人都希望你能学医 但是你想学表演 你说那是你的梦想 我妈 你妈都坚决反对 家里都闹翻了 是不是只有我一人支持你 你还敢说 当初让你陪我演戏 你把我所有的压岁钱都拿走了 到现在还没给我 你这是长辈 哪有意思收压岁钱啊 反正 从小到大 我一直听你的 宠着你 支持你 现在我也希望你能支持我的爱情 这么难吗 侯志超 你还跟我眼上了 支持你的事业 没问题 但支持你姐弟店 这事我可不想 我不想成为咱们老何家的罪人 老公 我今天晚上还要加班 不用等我吃饭了啊 知道了 喂 二嫂 妈怎么样了 挺好的 我刚把她虎睡着了 我想了想啊 还是让妈回来吧 不用啊 妈在我这儿待挺好的 你就忙你的吧 真没事 反正我最近也闲着 我忙完了 思南都住到你那儿去了 我还有什么可忙的 还是让妈回来吧 真不用 二嫂 我们这两个人看着她都手忙脚乱了 就别说你一个人了 你就让她在我这儿吧 行吧 那你再多陪妈两天 我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拜拜 谁认识靠谱的保姆 主要负责伺候老人 求推荐 天姐 天姐 你把今天那个考试的资料 你再发我一份儿 天姐 天姐 你把今天那个考试的资料 你再发我一份儿 对抗这世界 用音乐 一起全力狂欢 青春的灿烂 有你的一半 千辛施必 要扬起风帆 是双手归 却回不去羁绊 理想与热情依然在 我心不断争掺 不追问答案 只要有你们的陪伴 或许我们都生而不凡 或许一件心就会要光环 在骄傲中长出疼弯 满情大事 别留下遗憾 年少从来 不用争论勇敢 对抗这世界 用音乐 一起全力口光 青春的灿烂 有你的一半 千辛施必 要扬起风帆 是双手归 却回不去羁绊 理想与热情依然在 我心不断纠缠 不追问答案 只要有你们的陪伴 或许我们都生而不凡 或许相信就会有光环 在骄傲之中长出疼弯 年轻的信念 别留下遗憾 年少从来 不用证明勇敢 对抗这世界 用音乐 一起全力口光 青春的灿烂 有你的一半 千辛施必 要扬起风帆 是双手归 却回不去羁绊 理想与热情依然在 我心不断纠缠 不追问答案 心底的夏天还未走完